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环岛的精神去做公益 然后把更多的理念跟梦想带给更多人 希望他们也朝着他们自己的梦想前进 大家好 我来自屏东竹田 如果在屏东竹田的客家人 今天要讲就是我们今天去环岛用汉堡做公益的故事 我会做环岛做汉堡做公益 其实是来自我的家庭 以前在乡下的时候 大家都是互相帮来帮去的 你今天比较不好过的时候 我今天可以帮你一点 然后明天不好过的时候 大家互相帮忙 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感情 对 所以到了长大之后 我自己原本是当制约军人 那我当了青年 那我当到一半的时候 我其实就一直想要有自己的餐厅 然后我就准备想要说退伍的路 可是后来我就想说 我们就做美式餐厅 然后我就学会做汉堡 对 然后意大利面披萨之类的 那等到稍微比较稳定的时候 那我想说 人跟人之间应该不是只有这样子 那当然是我比较会去帮助育用的小朋友 是因为以前我们家是低收入户 对 从我读书的时候 都是靠亲戚朋友啊 政府这样帮忙 我觉得是 我们是被社会 就是被身边的朋友 这样子慢慢这样帮起来的 那我会觉得说 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去回馈育用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出生 其实他们也不愿意到这个环境啊 就是他们也没有选择 我要让他们体验就是说 先从这个汉堡先知道 那我主要是 其实是要跟他们讲 就是 因为我们用这个汉堡 拉吃了彼此的距离嘛 然后他们就对后 他们其实是自己主动问我说 我是哪里来的 然后我是做什么的 对 然后就开始讲 就是说 我会跟他们讲说 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 我可能以前家里比较不好过 那我现在就是有能力了 那我就是可以来 就是来育幼院做东西给他们吃 那我是希望给他们一个方向 就是希望是说 就算他们没有背景 我怎么去走过来的 对 我是要跟他们讲 对 我不希望他们走偏 那 其实在育幼院的过程中 我比较遇到 比较多 一些 就是每个 因为每个都有每个个案 那我也是希望说 这育幼院的小朋友不要走偏 那我会告诉他说 我们是怎么起来的 像我们 其实去做汉堡 只是给他们一个 就是一个概念 我要告诉他说 我是因为开餐厅 我是怎么从 家里环境不好 然后走到 这个阶段 那当然做汉堡的构成 他们就很开心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几个年轻人 跟大学生一起做这些 他们对我们就很好奇 那当然是 我们一开始 我们不会去跟他们讲太多 就只是说 我们就是来做汉堡 给你吃 可是小朋友对于汉堡 就是 很好奇嘛 那我就说 我们大家一起做一遍 然后之后就 给他们做 那育幼院有分 比较年龄层 比较大的 跟比较小的 那我们也会希望是说 小朋友的话 他们也很想 其实他们很好奇 就想要做这个汉堡 那我跟他们说 因为会有那个 用到火 那我是怕他们烫到 可是那种 国小的 我们就说 那你去帮我们洗菜 对 他们真的就是 其实我觉得 他们要一个认同 然后他们觉得说 他们也是可以 你就帮他们去洗菜 那比较大的哥哥 他们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对 我要让他们体验 就是说 先从这个汉堡 先知道 那我主要是 其实是要跟他们讲 就是希望给他们一个方向 就是希望是说 就算他们没有背景 我怎么去走过来的 对 我是要跟他们讲 对 我不希望他们走偏 那后来我们就开始环岛的时候 我们第一站是 我们环岛的方式是从 屏东 然后高雄 台南 这样一路往上 那我第一次在做的时候 其实 我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 有多少人会去认同我这个理念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到了台南 可是到了台南 也没有人提供我们点 对 然后 我们也就在一个停车阁 可是刚开始做的时候 因为 因为我网路上 已经太多人发文了 然后就会 很多人都会来帮我们 对 可是后来就是没有人提供点 那 我们就想说 没关系 在路边 然后 卖的第一天 也是 四五十个人在排队 对 然后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 我们才 刚东西才刚搬下来 然后准备尖第一份 那个汉堡牌 结果警察就来了 就说 你们不能在这里做生意 然后我就说 我们不是做生意 我们是要做公益 他说 我知道 可是你们 有人检举你们 必须要走 然后在排队 我想说怎么办 结果后来奇迹就出现了 其中有一个排队的民众就说 我家是在台南的那里做生意的 对 然后那边很热闹 然后他希望我们 可以跟我们过去 结果后来我就想 好 那时候他马上就牵着摩托车 就说跟他走 然后我们伙伴就 急急忙忙的 就把东西搬上车了 然后后来 那群民众 那个 在支持我们的那个 朋友就说 你们要去哪里吗 我说 我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不是台南人 他说 那我可以跟着你的车走吗 结果你就看到一个景象 就是后面 三四十台摩托车 一直追着你的那个车子跑 对 我会觉得说 就是 他们就很热心去支持我们这件事情 那这是育幼院 他们自己小朋友 自己动手做的汉堡 那我曾经啊 就是 在做汉堡过程中 有一个 两三岁的小朋友 大概是三岁 因为他是光头 我都叫他小光头 他就一直很好奇 就是这样一直跟着我跑 对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聊天 都同言同语的嘛 对 然后后来 我们做完汉堡的时候 就跟院长在聊天 然后你看那个小光头 就在那个 那个 在 房间的那个门口 就这样一直看着我们 就这样一直看 对 然后我就 很好奇 然后我就问他说 他要干嘛 然后他就说 阿强 阿强叔叔 然后说 我可以跟你讲话吗 他就跟我这样讲 我说 好啊 你进来啊 然后他就进来 他说 我可以跟你打勾勾吗 然后我说 我什么 我说 我就好奇心 他就说 我为什么跟你打勾勾 他说 你可以下次再来做汉堡 给我吃吗 听到那一句说 你就觉得说 那个 很感动 对 他们 其实他们好像要求也不多 只是想要跟你 就是有人去关心他们 然后听到 院长这样子讲 就是给我了解他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个小儿子 就是真的很单纯 你看 这是小朋友做的汉堡 其实 他们在做的心情 教我们怎么做啊 就是说 这个正规的是要怎么 可是 你不用去拘束他们 他们有自己的 幻想空间 对 你看他们 就是自己画一个笑脸 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这是我们跟小朋友的互动 就是他们就 其实 他们 有时候没机会吃到 外面这样的东西 对 就是汉堡 他们没机会吃到 所以 你不要看他们这样很小 有时候他们 那么大一个汉堡 他们有时候要求要吃两个 因为他们不知道 下一次要吃到是什么时候 每个都叫我说 可不可以下次再来 然后我问他说 那可是我要明年才能出来 就是再出发 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做一次 他们就会说 可不可以明天就来 对啊 就很好笑 就是同言同语的 对啊 就是他们就是 吃到自己 自己做的汉堡 不一样 有没有 就是很开心 我主要是想说 今天 我觉得 像我们做公益 人家会对我说 你们是不是 在打广告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说 我希望是说 今天我到了每一个地方 来支持我们民众 不是只是买一颗汉堡 我也跟他们讲说 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一起来医友院 然后一起去体会 这些过程 因为你没有实际到他们那边 你根本就不知道 是要什么 其实他们 你说捐多少钱吗 他们要的不是钱 小朋友根本也不会花钱 对 他们只是要的就是 有人去关心他们 对 他们自己去玩钱一件事情 让他们就是 你要让他们觉得说 就是不是被孤立的 对 他们要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爱这样子 那当然这途中 也很多人热心帮忙 就是 就会说 我可以去帮助一些小朋友 什么事情 像这个就是做一个 炒店的老板 他就是说 我在医友院 其实会有遇到一些事情 有一次我就是 有感而发 其实我会觉得说 小时候啊 我们都是捡别人不要的衣服 对 然后 我也很想要有新衣服穿啊 对啊 可是去育幼院的时候 我们每次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物质 就是破破烂烂的 然后 你要去捐给育幼院 你也没有去洗过 对 他们感觉好像就是 我觉得这样不对 就是觉得说 你怎么会 你要送的衣服 我知道你们是好心 可是你们怎么没有去分类 因为 也是要分类过 因为有些大小朋友不一样嘛 然后 你要送过去之前 你要洗啊 对啊 然后我又看到 有破破烂烂的衣服 我会觉得说 他们不是乞丐耶 就算是乞丐 也不能这样子对他们啊 你这样子 我觉得 就是让我觉得 一点尊严都没有 然后我就有感而发 去发了一篇文 结果这老板看到就说 我这里有衣服 可不可以帮我拿去 给育幼院的小朋友 我会认为说 就是做公益 不用等有钱 就是像我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用 我自己觉得是 对的方式去做 对 那你今天说要 等到有多少钱 再来去做公益 我觉得他们小朋友 要的并不是钱 对 我们可以用自己 去亲身的方式 自己去身体力行的方式 去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个会 一一大过于钱 对 那我未来就是 希望说 每年都有这个环导计划 像我这过程中 我认识很多朋友 可能都是一些 比较低潮的朋友 然后没有方向 像我们这次就是 有遇到就是 可能曾经有自杀过的朋友 可是他就很会做蛋糕 我也希望是说 我们可以去帮他 就是跟我们去做结合 对对对 也有一些就是 听账的朋友 他也不知道 怎么跟人家沟通 对 可是他做咖啡很厉害 那我也希望说 能够跟他做结合 他们就一直跟我讨论说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 做结合 做这件事情 那我当然是很希望去 那他们就是 其实社会上很多人 某某都付出 那我当然是 你看他们就是 曾经有过去 可能也有低潮过 身体本身也有残缺 那我希望他说 他们自己可以找到 一个人生的路 那我们 其实这样过程中 我们聊天也很开心 我希望说 下次有机会 我每年都会 带他们去环岛一次 对这是我的 每年的计划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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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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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